现在满网都在谈论80后90后 很少有人关注70后 70后这群人最大的51岁 最小的43岁 古人说 四十不惑 五十之天命 意思是 活到这个年龄 早就没有了年轻人的冲动 知道自己什么事情能干 什么事情不能干 但现实生活并非如此 毕竟处在上游老 下游小的年纪 充满了很多无奈 给逐渐老去的70后五个建议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有人说 70后年龄大了 工作上的事情 不需要太过认真 过分消耗精力的事情 能推就推吧 岁数大了 太好神会影响睡眠 但事实上 除了公务员或者国企 很少人在工作上 能做到这么洒脱 70后的我们 最小的一个月后 也已经43岁了 跟年轻人比 70后在人才市场 几乎没有任何优势 再不认真对待工作 万一被优化掉怎么办 所以 如果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就好好珍惜吧 不要再折腾找新的工作了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成为雷军 40岁的时候 还能开创一番事业 承认吧 我们就是普通人 所以 也不要好高骛远 40多岁的人 踏踏实实 做好现有的工作 比起折腾新的工作 更务实 但认真工作 也不意味着 拿健康换钱 40多岁的人 身体已不如年轻人 如果我们 为了一件事情 拼尽全力 不眠不休 加班加点的工作 迟早会倒在工作岗位中 这样一点都不值得 其实很多工作 我们都可以灵活处理 有时候领导 只是一时心血来潮 想一出是一出 我们辛苦熬夜 做出来的东西 他只看一眼 甚至连看都不看 当天他认为重要的事情 第二天 又觉得不重要了 我就有个好朋友 非常老实 非常听话 只要是领导布置的工作 哪怕是通宵 也要完成 然后第二天 继续准时上班 结果呢 累得一场大病 再加养了一个月 才恢复过来 上班的时候 老板不但不给他安慰 反倒数落他 耽误了工作进度 认真工作 并不意味着 很多事情都拼了命去做 如果真的是 在一定的时间内 如果还是完成不了 和领导说一声 第二天再继续 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事情 领导也会理解的 毕竟四五十岁的人了 身上的器官用了几十年了 到了出问题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 如果还在拼命地使用 不注意保养 就会引发出大问题了 无论遇到大事小事 无论是什么场合 对待什么样的人 你都要学会 和和气气地 把事情说清楚 发脾气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更何况 四五十岁的人了 在职场 至少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了 吃过的盐 比年轻人吃过的米都多 遇到事情 不能像年轻人那样 毛毛躁躁 遇到矛盾 就让一步 不要怕别人说你怂 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不是争强好胜的时候了 遇到事情了 退一步海阔天空 纠缠在一起 消耗精力 也未必能获得多大的利益 完全不值得 远离股市 远离期货 我单位就有个同事 迷上了期货 结果去年石油期货 跌倒负37美元一桶 他呢 还在15美元补单 结果赔了个底调 按照他的话说 谁能想到 石油价格能跌到负数呢 可现实就是这么具有戏剧性 他原来现成两套房 媳妇贤惠 儿子初三 学习好 已经考上了当地 很有名的一所贵族学校 结果因为他这一折腾 房子没了 儿子也钱上名校 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 被他弄得支离破碎 所以说 咱们70后 千万不要做风险投资 有钱存银行死期 买国债 买货币基金都可以 也可以在网购平台做做代销 每年赚个十几个点收益 普通人做到这个地步 真心不错了 再高的收益 就得掂量掂量了 还是那句话 40多岁的人 上有老 下有小 工作固然很重要 但我们作为家庭的顶梁柱 除了工作 我们还有生活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该认真工作时 认真工作 该放松时 就要学会放松 另外 每年去体检一次 早发现早治疗 我们有一年体检 有个同事查出来癌症 还好是早期 最后竟然治愈了 但是他们说 想想都后怕 这个年纪 正是家庭最需要的时候 他们说 如果再给他们选择 他们不会这么拼命 每天几乎是在加班的状态 不仅没有陪伴家人 也失去了健康 写在最后 70后的人 体会过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也见识过 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清除于蓝而胜于蓝的事情 咱们早就不再勉强 拥有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一个温暖的家庭 一个健康的身体 足以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请记得按赞 分享 以及点击小铃铛 谢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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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